現在中共的問題就是根本就是 那個債 整個國家被那個債壓死了 而且那個債是越來越重的 因為利息嘛 債加息 息一直還不了 息又還不了 債又還不了 那個壓力壓到整個社會定不準 你們要明白 現在大家都聽到了 地方債和城投債 城市投資是城市間的地方 是不是 城投債和地方債 這兩樣東西就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現在欠一新債 中央說了 你自己的嬰兒 你自己抱走 就是說我幫不了你還債 而且根本沒有可能 債太厲害了 那會造成什麼呢 那些城市自己一定要自己要生存 政府地方官員也要自己生存的嘛 他們拼命去在那些大公司 那些私人上司公司 罰他們的錢 用千方百計來罰他們的錢 那罰的錢就用來給他們可以經營的 如果不是地方政府來經營就經營不了 但是也有一個困難 開始那些公共交通啊 很多那些醫院啊 學校啊 那些裡面呢 全是出不了糧的 那家安遜這件事呢 都是出不了糧的 不過它是中央政府資助的 我讓你做這樣做那樣 那些人 每個人以為政府大把錢 肯定有個掃罩的嘛 誰知道真是出不了糧的 那現在變成了整個大陸的問題質到哪裡呢 那些地方政府開始不受中央控制 這個很嚴重的 因為不受中央控制呢 就變成了它自己要自己搞定 自己搞定的那些事情呢 就不合法的 它們不理法的 早知道我要生存到 地方要生存 去搞一些大公司啊 搞一些有錢人啊 那些有資產的那些 它說你逃稅啊 早知道就找到10萬個理由 然後呢 就拿他們的錢來頂住那個本地政府 那那個過程當中呢 不只是頂住 它分分鐘還要待的嘛 所以貪污的問題呢 會嚴重於以前10倍 以前呢 就是有利潤 它就先納了一筆 現在就不是啊 現在為了生存 地方政府為了生存 它去搶錢 搶錢又是待的 那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搶錢呢 大家這麼辛苦的情況下搶錢呢 那個反應是很大的 所以你就看到了 火燭 到處都是火燭啊 尤其是廣西 廣西發生了什麼呢 廣西呢 突然之間 共產黨說 日本人買了我們這麼多中藥材 就是那些藥的東西 拿回日本提煉 我那時候也懂得很多話說 日本人是全中國買中藥原煉材料 最大的嚇制 買回來日本人的提煉技術是相當好的 所以日本的漢方 即是那些中藥 他日本人叫漢方 是真的有效的 但是當然了 中藥裡面呢 是很多種東西在裡面的 就是它呢 就是沒有這麼單純 西藥一定會說明的 你裡面有什麼有什麼原材料 可以指什麼病 指明是那樣的 但是中藥就不是的 因為裡面是雜蘭的 雜蘭之後呢 它可以有 所以你看到中藥可以治十種病 二十種病 越講越多 但是呢 但是那種提煉呢 就是日本人對中藥的提煉是最好的 那變成了突然之間中國呢 見日本人賺這麼多錢 說停了啊 不准原材料出口啊 那些做生意的那些人就生氣了 有沒有搞錯 我做開那條水的 賣開那些中藥原材料給日本的 突然一斷了 那些人就生氣了 斷了它又沒有辦法 就是無奈的 那些所謂出口的藥商無奈的 那條鎖 那條供應鏈呢 一直去上山採藥那些人都變了 沒有人收購 採藥回來沒有人收購 整件事停了 那些人就生氣了 那些農民就生氣了 有很多人不是 就是中藥有些是種的 有些是山上去採的 就是野生的 有些是自己種的 這幫人見沒有出路就燒了 就是他那些他無奈的 他那些又沒有辦法發洩 又對你中共一點辦法都沒有 你不給他出口他有什麼辦法呢 整條供應鏈斷了 一停了不是斷了 那些工人生氣起來就燒了 工人也好 經理也好 什麼也好 就是他找地方發洩 就是放火了 他說現在火災 火災的面積 覆蓋面積等於兩個台灣 那你可以想像到多大 他想著都沒有生意了 不如我燒掉你了 我來發洩 所以現在那個問題大到你沒辦法想像 就是大陸的問題 這些我們只不過聽到少許 可能是真的冰山一個 如果你說的那個問題大 大到你沒辦法想像 所以今年那個共產黨是失控的 只需要美國給多些壓力 以後內部就要求習近平下台 要求中共下台 這個現在就是今年分分鐘會發生的 當然我沒有可能保證你們 但是現在共產黨那個所謂的控制 在一百年以來共產黨成立到現在 是最弱的時間 所以人民那種憤怒 很多人莫名其妙 你去得罪那些人 那些人做補習的那些人都會突然之間 在一天之間宣布的命令 整個補習行業 在說幾千萬人失業 那些補習先生 你想想多嚴重 現在又說要恢復 就好像玩一樣 習近平根本就好像玩一樣 完全都是沒有政策的 試一下這件事 不行就再來過 停了之後就走回頭 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政府 共產黨人只要他有權 他什麼都可以做 就是不說他那個人厲害不厲害 有沒有能力 是不是 有沒有軟件 他不說這些 全部靠法馬 拍到上去 做到第一書記 他就說事 永遠不是一個所謂的 你有沒有這樣的料 你有沒有資格 你有沒有學歷 不說這些 以前有沒有這樣的業績 不說這些 所以現在變成整個中國就散散 被習近平走這套路 以前還有逐步逐步是向好的 就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 逐步逐步見到他的東西是有氣息的 誰知道被習近平一致 是一盒子氣了 整個中國被它破壞了 那你想一下 當然我們很同情人民 現在的問題 你不去到最壞的程度 令到共產黨解體 令到習近平下台 你不去到這個程度 這個痛苦是不會完的 而且很慘 你看到那時候60年代 那時候那些人 50年尾、60年代那種 那種惡化、大饑荒 文化大革命造成那種經濟的破壞 你們這代人不知道 但是年紀大的人就知道 現在是正在返回那個程度 正在去到那裡 而且去得很快 以前的人就沒有什麼欠債 現在人人人人人人都名著你債 不知道怎麼做 自殺的人真的不知道怎麼給 但是大陸他不會說你自殺的 死了就死了 不需要給死人 他說你心臟病 什麼可以說心臟病 心臟病停了 死了 什麼死的 你做什麼死的 他都說你心臟病 就是這樣 共產黨就是這樣 我們中國人幾千年有 叫做佛苗助長 那支苗 那個長出來的那支苗 他拉高一些 以為這樣就是長的 這些我們中國人幾千年說的 他現在做的就是做的 股票只能買出 只能買入就不准買出的 你說這些是不是叫做市場經濟 當然不是的 市場經濟是靠供求 靠別人需要有錢投資 那你股票就升了 怎麼可能 不可以 就是告訴別人 這些是小學生都不會 說這些錯的東西出來的 股票是靠別人的錢多了出來 投資在企業那裡 讓企業可以增長 這個是正規的 他以為股票就是那個指數 股票每天的指數 就是代表他成功失敗 然後他就去扭那個指數 就是等於GDP 人家GDP是反映你 整個經濟裡面的活躍性 活不活躍 那些共產黨以為GDP高 就自然就等於業績好了 硬硬做假數 所以整個GDP是假的 現在中國的GDP實際 只有他講的三分之一 都沒計 都沒計過匯率的問題 都沒計過匯率問題 就是如果那個匯率 如果1元美金對20元 不是對7元的話 到底你的GDP是值多少 所以大家根本不要看那些數字 它整個GDP做出來 GDP應該反映一個 自然的經濟活動的增長 一個社會裡面 自然發生的經濟活動 人的生活 自然有這樣的需要 它不是的 它說我蓋了之後 就增加了GDP 那我就是 全世界就說我經濟好 所以他把口 一天到晚就說自己 全世界是第二 已經是 越是講的 整件事情是欺騙的 人家的正常的數字 客觀的數字 他就拿它扭曲了 用來 臉用來貼金 那你說 如果那些讀經濟那些不明白 在外國讀又說 又說經濟博士 根本不懂 如果不在大陸 不看著大陸那些人 不明白它是謊話精來的 根本就對中共 一點都沒有認識 這個整個國家以騙治國 現在都有一些大陸的經濟學者 就說中國經濟會變成孤獨經濟 對外 他們是孤獨 他不知道 他還以為是一個簡單的孤立 還有什麼問題 實際的整個東西自己欺騙自己 又騙人 又騙人 就是自欺欺人 他就以為騙一下老百姓 現在騙一下他自己也相信 他完全不懂得 什麼叫真正應該做的事情 可以現在習近平看到這樣的局勢 中國這樣的局勢 他完全 因為他架得太厲害了 整個經濟都是假的 你無從入手 所以他現在不是陣腳大亂 開始香港這幾天又在那裡說 要大陸帶鳳凡 那個城市的自由行去幫助香港 你就是叫那些 你不如叫那些非洲國家到大陸來花錢 沒有錢 那些莫名其妙 那些全部都是暫時應付一下 那些香港人 他來到可以起碼有些應答 他如果不是真的答不出什麼 你大陸哪裏幫到香港 根本現在大陸在騙香港的錢 香港的外匯有沒有流失 有沒有被騙到 他不說 香港又說要保密不說 不說 這個錢是香港人民的 你有什麼權 可以不說可以保密 完全 那變成了整個就是騙局 為什麼需要立法會全部是他的人 但是他騙的時候 真的不需要跟你解釋 為什麼特首由他來選 他又由他那2千多人 或者4千多人來選 就是他可以把持 所有他的騙局 可以繼續可以蓋住 現在就明白 講到最後 以騙治國 就是一個這樣的事 你說共產黨也好 在扎緊地 我不管你哪個精英 這個這樣的體制 可能存在的 為什麼我有這麼有信心 要推翻中共 其實這件事本身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們參院就早點推翻它 而且有準備 推翻它之後 我們要有準備 所以這個就不是說 等它不斷消失 不是一件事 我們一定要有準備 怎麼來接這個爛灘子 那些香港的經濟學家 自己都說 其實現在大陸到香港的這些 賓機都少了很多 少了90% 大陸去美國的關機 少了90% 你說有沒有可能經濟會好 如果經濟會好 每個人坐飛機來做生意 來賺錢的嘛 是呀 還有現在大陸 遊客也是少了90% 整個大陸 你想想想想 我有空想想想 大陸這次民航 民航 整個民航 就是這麼多的民航 這麼多航空公司 虧了幾千億 虧了幾千億 你想想機場虧了多厲害 航空公司虧了多厲害 酒店 中國建了這麼多漂亮的酒店 沒有人住 沒有錢住 又沒有遊客 我們看到的 股市這些東西 你們沒有看到實際的 舖頭你們看到了 沒有人去舖頭 寫字樓空出來 沒有人 整個商場你們看到了 樓價你們看到了 股價你們看到了 但是有很多東西你們未必看到的 高鐵 高鐵 哪裏人坐高鐵 坐不起 飛機 坐飛機 少了九成的人 真的少了九成 國內也少了九成的人 接著高級酒店 很多很多東西 餐廳 九成的生意沒有了 你想想這個經濟 怎麼經營下去 少了一成的生意 已經虧本了 少了九成 就破產了 現在趕快看著公司不斷倒閉 這個就是現在 今時今日中國的實際情況 香港呢 都不是 香港 我告訴你 大陸就不見了九成 香港不見了多少成呢 香港不見了五成 就是香港所有的商業活動 你問我 我們看開那個所謂經濟財政的 香港是不見了五成 你自己都知道 你以前光顧每個星期光顧餐廳多少次 現在光顧多少次 少了一半 沒有誇張